好 这一集我们来讲缝合 首先呢 我们拿出浅喀萨的线 浅喀萨的线 我们取一段 穿上缝合针 把这个小牛的鼻子上面这个两道 给它缝一下 我们找一下 找一下位置 我是缝在第二圈 第三圈 这里 一 二 第二圈和第三圈中间的位置 缝在这个地方 然后 上面 往上面也是啊 就缝在第二圈 第三圈这里 好 我们到右边来 也找出来差不多同样的位置 因为这个是手工做的 不可能缝出来一模一样的 呃 我们缝的差不多就行了啊 不要太追求完美了 然后 然后 我们一边都是给它缝两道 好 缝两道 缝好之后呢 这里 缝好之后呢 这里 就可以了 然后到背面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然后我们到背面给它打一个结 好 现在呢 我们这个小牛的鼻子就弄好了 弄好之后 我们穿上手缝针 穿上手缝针 然后我们这样 把这个线给它穿上去之后 穿上去之后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帽子给它整理一下 整理到中间啊 两边平的位置 就像现在这样 把它放平 放平 这样伸平 两边 两边平啊 不要让 不要这样 也不要这样 就把它放在中间整理平整的位置啊 这里就是最中间的位置 这样就不会错了 然后呢 我们先来缝小牛的鼻子 把鼻子缝在中间之后呢 这个东西它就好容易固定了啊 我们先这样 先把这个鼻子找准位置 缝在中间 缝在中间 然后我们这样 呃 我们先把这个 因为勾了一个引拔针嘛 然后我们把它过度到背面去 然后再从上面穿下去 穿上去之后 这里就不显这个引拔针的位置了 然后我们就 把帽子弄缝平整 放平整 放平整之后 我们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正中间的位置 我们按住 手不要 让它不要乱动 在下面留一点编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就这样开始缝 好 就这样来回的缝 上下缝 只要把它捏住 呃 不会跑 不会来回的跑 我们就这样捏紧 开始缝就可以 把这个线也给带下来 带上来了 找一个东西把它弄下去 好 把它弄下去 弄下去之后 我们就是这样来回上下缝 就这样沿着缝一整圈就可以了啊 这个帽子就给它完成了 位置就是这样找 先把先找鼻子的位置 先把鼻子的位置给它固定好了 然后这个眼睛 耳朵就好办了 好 给它缝一整圈 好 给它缝一整圈 好 我们现在缝到最后了 缝到最后我缝了一整圈了 然后我们就这样 在上面把这个线来回的穿 给它藏在这些短针的针木里面 藏在短针的针木里 藏在短针的针木里 来回的缝一下 然后这个小鼻子 小鼻子就给它固定住了 这个它就不会跑出来了 我们把它来回藏 好 这个鼻子固定住了 然后把它剪断就可以了啊 现在这个就 鼻子缝好了 好 现在我们来缝这个小牛的蹄子 就小牛的蹄子在这个耳 在这个那个帽袋上啊 在这个帽袋上 我们把它用缝合针先给它 先给它穿一下 穿一下之后 我们拿出 拿出我们的钩针 拿出我们的钩针 拿着帽袋的一边 然后我们从下面找一个位置 从下面找一个位置 穿上去啊 在这个上面这个这个开口的位置 穿上去 然后我们给它 勾住下面这个帽袋最下面的位置 然后我们把它勾进来 把这个帽子给它勾进来 拉拉跑了 好 拉往下一点 待会缝的话 缝的时候就结实一点 好 我们把这个线给它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拿出我们的缝合针 拿出缝合针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 挨着圈的穿 收口 巧这个边 巧这个边给它收口 收一圈的口 然后我们就这样收好之后 收好之后 我们穿 把它穿进去 我的决定 你也忘了